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昨天应该半夜开了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 要玩夜游龙门吃素的话 玩完了我就开过来 在这面脑 好主意 好了咱们一共在这停了 两天14小时 每天真的只要10块钱 手机架你要干嘛 狗架子 有在发凉 现在是早上7点50 咱们之所以出发这么早呢 是为了去喝一家 大大有名的羊肉汤 他们家的羊肉汤 是从早上5点半就开始卖了 我和苗总评估了一下 我们能不能抢上头汤 之后我觉得我们不配 但是就算不配 也要早点出发 因为卖到10点就没了 这边车停满了吗 都是来喝他们家汤了吗 至于吗 到达三代羊肉汤馆 里面好像也是满的 里面停不下了是吧 就在这个地热宾馆里面 看到了吧 三代羊肉汤 好多人在往外走 仔细看 可以看到大家一种 吃饱喝足的神态 就不看脸光看步伐什么的 就有感觉到 那种吃饱喝足的感觉 看到没 哇 这么多人 哇 你看外面有这么多人 太夫 你先坐着 这儿 这儿都有 这儿都有 哇 这里边也是乌泱泱的人 这也太夸张了吧 闻到味了 哇 这个生意可真是太好了 我发现大部分的人点的都是 是十块和二十块的汤 好了 我又拿上了爱的号码牌 嘿嘿嘿 哇 这个厨房里都有 有一 二 三 四 五 个人 这就是洛阳醉火羊肉汤 这是苗总二十块的羊大汤 也有勺子 都是品牌 火打好几回 啊 河南都是品牌 火打好几回的汤 哦 说河南美食频道报道了好多回 隔壁大哥说的 嗯 来来来看看它这个羊杂汤啊 各种各样的调料 嗯 这是调料吗 上面这个是调料啊 这是葱嘛 然后可以想象到的各种羊杂 这就不用说了吧 嗯 骨 血 肠 啊 四 九 六 十 五 天不得 嗯 我这就泡到碗了 今天人还算少啊 最少的人 今天是人最少的一天 对 我觉得我能够在 没排两分钟就能打上 已经很满足了 来来来 这是我的羊肉汤 羊肉汤的话就是把羊杂换成肉 然后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看汤都是一起熬的 在一个大锅里 推荐我们来的那个姐姐说 让我们早上停在院里 然后五点半来喝头汤 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嘛 来尝一下 哇 没有什么羊杂味 蚝药味也很少 很鲜 很鲜很鲜 确实挺好吃 肉非常软 难怪这么多人 我大概有点明白了 上次看到我们喝汤 有很多朋友指出来 我们喝的不对 姿势不对 姿势不对 先把肉吃完 把汤喝完 第一碗喝完 然后再打一碗 加上辣椒 再来泡饼 太讲究了 第一碗喝的原味汤 吃肉香香的 然后第二碗泡饼 这个好好喝啊 苗祖 快来尝一下 你跟铁鲜羊肉汤好玩 比铁鲜羊肉汤还好 这个老板开多少点你知道吗 二十多点 二十多点 确实很好喝 我来吃一个苗整的羊肝吧 你看现在好薄啊 这和我们那边不一样啊 我们那边要是羊杂汤里面 要是羊杂汤里面的羊肝不会切这么薄啊 对 我们那边是后切法 薄切也挺好吃的 更香 显得更香 又吃一个 再吃个骨子吧 哇 羊杂汤比羊肉汤好多 真的吗 里面的料 那个肚子可以用嘴饼化 那么转 你尝一个 就尝一个 一千四只羊 四只羊 买四只羊 几买四只羊吗 正多的 应该是多转 人家都跟着吃了 都会喝汤 专门来这喝汤 看鸡蛋里 哇 超软 滑滑的在嘴里 而且香味很浓 嗯 几乎没有药味 但是也没有山味 好怪哦 很多香味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家肯定有结果 如果唯一要给他挑一个毛病的话 就是桌上没有蒜 这属于鸡蛋里头挑骨头了 哈哈哈哈 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昨天应该半夜开了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 要玩夜游龙门食物的话 玩完了我就开过来 在这面脑 哎 好主意 虽然说洛阳的汤 是可以无限去的 但是能去去汤的 都是优秀的 比如说会比较优秀吗 你去了吗 第二碗汤要配辣子吧 不是 这个烧饼啊 丢进去泡着吃的 这跟羊肉泡馍很像 但是他们不像羊肉泡馍 要掰得那么小 就随便掰掰 泡泡汤就可以了 这个吃法真的很像 它和减羊羊肉汤不太一样的 减羊羊肉汤注重的是一个鲜味 是鱼加羊调制的 这个羊肉汤主要就是香 那种侵入骨骚的那种香 纯正的羊肉的香味 还有羊肝的香味 加在一起就异象互比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香味 就是香 就单甜的香 好了快吃了 吃完了咱们去观点料耍一耍 看出来的时候 外面仍然是 很多很多人 这么好喝的羊肉汤 十点钟它就卖完了 不由心里有点唏嘘 再过半个小时大家都要散了 花爪提了一代他对官老爷的诚意 这里也据说是一个官与画的画 这个画里面暗藏了一首诗 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官老爷差很远 好有文化的感觉 门口这个小亭子是官公爱犬 不是官公爱马 这是官老爷的刀 官公面前耍大刀 此刀重六十斤 能举起此刀者即可获得永贯三军称号 来我试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的 你有点飘哦苗总 自己都有三十斤 真的举起来了 永贯三军 灵目西传 这个官邻庙始建于公元二二零年 当时孙权偷袭了荆州 杀害了官宇之后 他为了转移火力 就把官宇的头颅送给了曹操 然后曹公觉得官公很高益 然后给他封了王 并且把他好好的安葬到了 洛阳城南十五里的地方 就是现在这里 现在这是应该是 世界三大官邸庙之一了 我觉得花爪在烧的是自己的妄恋 你在说什么鬼 我看到了一棵造型非常独特的柏树 它是这样转着上去的 这棵柏树有一千多年了 相传是关于城汽盘旋升天 降妖伏墨 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还蛮像的 我这感觉非常震撼了 那后面整个山包都是他的墨 据说当时他的身躯 是用栏木雕刻而成的 我觉得我这次是特别的前程 希望官老爷能够保佑我呀 好了 那今天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接下来会去的是龙门石窟 对龙门石窟感兴趣的朋友 明天记得一定要观看我们 拜拜